9月18号,2020中关村论坛平行论坛之一,全球科学与生命健康论坛在北京举行,多国专家学者围绕科技研发与重大疫情防治主题展开交流,分享各国抗疫及科研公关经验。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通过视频,介绍了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策略。 对于一个减重的呼吸道的男人,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从全世界都是有一个处理的方式。 一个就是缓解病情,缓解病情的话当然对经济各方面影响不大,但是由于它有非常高的复制主数,这个会不会不能控制。 另外一个就是强力的压制,当然强力的压制那就会造成了经济的一些损伤,甚至重症。 我们的政府主要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指导思想,就是什么呢? 就是生命至上,我们非常坚决就采用suppression的一个办法。 同时公开透明向全国实施的报告所有的地方的发病的情况,早期的防护,早期的发现,早期的诊断,早期的隔离。 1月23号武汉封城,2月武汉建设方舱医院,中国的防控举措较快遏制了疫情的传播。 但同时钟南山也表示,京东明春疫情可能会继续存在或发展。 那么京东明春呢,还这个疾病应该会继续存在,同时有可能会发展。 特别是在局部地区出现了一个outbreak,一个发作的话呢,是采用的。 立刻射清全面人,联防联控,实际上现在还在继续,以全力要进行核酸检测,要追踪密切的接触者,同时呢,隔离核酸阳性,即使没有症状都要隔离。 这种方式呢,看起来是行之有效。 会上,新冠疫苗研发进展同样是热点话题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,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薇所在团队研发的新冠疫苗,是中国国内首个进入临床获得专利权的新冠疫苗。 而对于公众普遍关注的病毒突变对疫苗有效性的影响,陈薇在现场也做出了解答。 现在全球相公公这个数据库上能够获取的数据,大概有十万多条的这个全病毒序列。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序列都是高质量的,大概六万多条我们是可以用的。 我们做了一个生物性学的统计,因为包括我们的疫苗,包括国外的疫苗,我们都用新冠病毒的毒刺的S基因那一段。 据悉,目前中国已有11款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。 其中四款进入三期临床试验。 陈薇表示,目前各国科研人员都在以不同思路加紧研发新冠疫苗,只有齐心协力才能最终战胜疫情。 全世界那么多的科学家来做同一件事情,虽然大家各有各的思路,但我觉得是一个大家特别好的互相学习这么个机会。 就是说大家我觉得齐心协力,然后只有这样大家能够共同前进,能够把我们真正的疫情能够全球共制住。 因为只要一个国家没有控制住蔓延的话,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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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